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星期四晚上八点钟为您播出的蒂勒森亚太行特别报道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在星期三抵达日本 展开了对日本韩国与中国亚太三国的访问 一般认为朝鲜半岛问题是蒂勒森此行的重要目的 蒂勒森能否与三国达成重大共识 打破朝鲜问题的僵局备受关注 那么在星期四蒂勒森国务卿在日本东京 与日本外相岸田文雄举行了会谈 两位外相也在几个小时前举行了联合记者会 我们下面通过同声传译 来为您播出这场记者会的全部内容 各位先生各位女士 还有媒体的各位人士 我现在就开始联合记者招待会 这是由蒂勒森国务卿 还有岸田外相的记者会 首先我要欢迎蒂勒森国务卿 他亚洲之行出访了第一站来到日本 作为国务卿的任务来到日本 我非常欢迎蒂勒森国务卿 他出访日本是他的上任为 就国务卿以后的第一个 对于日本的第一次访问 那可以显示 这国务卿对我们这个地区 他的一个重视 还有对于美国跟日本之间的关系的重视 最近的安倍首相 还有特朗普总统之间 才在举行过的这样的一个峰会 可以显示出美国跟日本之间 美日关系的了解 还有在于未来 我们两国要怎么样往前走 而且我们两国的了解 说我们面临了很大的挑战 我跟蒂勒森国务卿 刚刚也谈到 我们要怎么样采取一些具体的 这样的一个措施的手段 来解决问题 首先对于美日的安全 在我们两国的元首 这样的联合声明里面的话 都会强调的话 美国将加强在这个地区的 这样的一个存在 而日本的话 也会在美日联盟的这样的关系中里面 更坚定我们的角色 那从此 至于这些具体的 这样一个措施 美国跟日本要怎么做的话 我们决定的话 两国决定要召开 2加2的这样一个会谈 来一个措施的会谈 那我跟蒂勒森国务卿 我跟也谈到了 有关于我们这议程里面 所要谈到的这样的重要的问题 那我们也同意的话 要尽快的来的协调 还有制定的这样的一个时间 什么时候来举行2加2的这样的一个会谈 那对于冲审的话 我们也谈到有关 也希望能够大幅减少了 对于冲审的这样的影响 我们也同意的话 美国跟日本的话会相互协调 再重新的将这个 把这个基地的话 从普天间基地的话 迁移到这个野谷的这个情况 那我们也谈到 我们的交换的一些的 有关于对于 这个朝鲜 还有中国上面的这样的看法 对于有关于朝鲜上面的问题的话 我们的立场是非常一定的话 我们绝对的不能够允许 这样的一个朝鲜的发展 它的核武器 还有呢 这个是试射飞弹的 试射导弹上 所以美国跟日本在这方面的话 还有呢 跟韩国会做出协调 来要求强烈的协调 朝鲜马上停止它这个挑衅的这样的一个行为 那同时呢 要完全的遵守 这个联合国的决议案里面呢 所做的这样的一个决议 这是一个对于美国 因为日本是非常重要的的话 对于 所以美日韩的话 我们三国必须要进行非常密切的这样的合作 那至于有关于呢 美国的这个朝鲜政策上面的话呢 我们我也跟他谈到了 有关于呢 日本的这样 日本政府的这样一个立场 我们也认为的话呢 必须要加深加强 我们两国之间的这上面的话的话 来解决呢 朝鲜上面的问题 同时呢 我也提到的话呢 有关于这一个呢 这个鲁人的事件的话 对于呢 日本的主权的话 是非常影响 同时呢 对于呢 日本人民的安全是非常重要的 这是安倍首相的政府里面的话呢 最重视的一个议题 我们 这对我们两国呢 在未来的话 我们这方面呢 会进行这个工作 那同时的话呢 我也提到有关于呢 日本呢 在跟中国建立这个关系的 一个基本的一个立场 我们的话呢 我们 我们也非常重视呢 美国呢 在尖格列岛上面呢 所展示的这样的一个立场 在联合声明里的话呢 就是表示 美国跟日本的话 会加强这个关系 来保 来维持呢 这个南海之间的稳定 这就是呢 我跟呢 听了声 国务卿之间的会谈里面的话 我们也谈到呢 未来的话 要怎么来的做 我们呢 有我们共同关系的一个问题 在东南海上面的那时候 我们也 我们呢 也呢 再次来强调呢 在这方面 我们会继续的努力 跟呢 蒂乐森国务卿的会晤里面的话呢 我们非常坦诚的展开了 这方面的这样的会谈 而且呢 我们呢 采取了非常一致的一个立场 那为了要取得更 这个更多的这样的一个具体的 这样的一个进展的话 非常重要的一点的话呢 我们 必须要更密切的合作 不只是我 还有的 这个的蒂乐森的国务卿 那所以呢 我们还会 只要工作的来做 然后现在的话呢 就请呢 这个蒂乐森国务卿 来进行他的发言 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呢 这个外向岸田文雄 我非常荣幸今天 能够来到日本来出访 来到了东京 那作为一位国务卿的话呢 我想呢 这族里呢 非常的能够强调呢 美国跟日本之间的 非常重要的关系 我已经呢 跟这个岸田外向的话呢 在博恩 还有在华盛顿的话呢 都已经尽兴了 两次非常重要的会谈 稍晚的话呢 我将会晤呢 这个安倍首相 那美国呢 跟日本的这样的关系 不断的 也就是在过去 都是非常的坚定的 在这个特朗普政府里面 我们也继续这样的一个秩序 我们会继续的加深 我们两国的关系 而且呢 这是一个对我们两国 都公平的这样的一个关系 我们会跟日本的话 一起合作 来达到我们共同的 这样的目标 包括呢 在这个美日的 这样的一个 这个联盟上面的 这样的一个 在这个我们海事上面的安全 那这个 再加强的美日韩三边的关系 以便呢 化解呢 这个朝鲜 所带来了这样的危险 它和核武器的这样的危险 我们的目标呢 就是呢 希望能够在亚太地区建立一个和平 繁荣跟稳定的这样的一个情势 那一个未来 美国的话呢 我们承诺我们会加强我们的这样的角色 然后日本也承诺他们在我们的美日联盟里面也会加强的角色 我们呢 重新的重申 这是1960年的时候呢 美日安保条约里面的第五条款 有关于呢 间隔列岛的话 我们反对任何的单独的 对于有关于间隔列岛 采取了单边的任何的这个行动 那就像呢 这2月10号的时候呢 美国总统特朗普跟安倍首相呢 所做的这样的峰会的声明 那我们呢 对于呢 朝鲜的 你提到的 三边的关系 美日韩的话呢 来应付呢 有关于这一个朝鲜的问题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呢 这个三边的这样的一个紧密合作关系的话呢 可以帮我们解决很多的全球上面的问题 我们会继续的 这个联合国的安全决议 决议案2270号 还有2271号的决定案 来阻止这样的 跟朝鲜来发展他们的核武器 还有呢 这个弹导导弹的这样的发射能力 他们做 因为朝鲜的话 事实上他们的做法是不对的 因为呢 美国还有呢 跟朝鲜的邻国 只希望能够的和平的 稳定的在这个地方 我们因此呼吁 这样朝鲜的话呢 马上停止这种 才能停止这样的挑衅的行为 并且呢 停止发展他们的核武器 那我们在这方面的 美国在这方面的立场是绝不动摇的 那再一次 我非常的荣幸 能够呢 今天来个出访日本 同时呢 我们呢 也很期待跟日本人民的话 继续发展我们这样密切的关系 谢谢 现在我就让这个记者们呢 提问 那麻烦呢 这样提出问题的时候呢 请上前到了麦克风栏 同时呢 可以呢 您的名字 您所代表的组织 那麻烦呢 请简短一些 首先的话呢 我请了日本记者来提问 我是来自NHK 那我有个问题的话呢 要来请问呢 二位 目前的话呢 特朗普的政府的话呢 现在呢 审视呢 这个美国的朝鲜政策 那在您的 您两位的这个会晤里面的话呢 您是不是呢 有机会呢 谈到的有关于 这一个呢 朝鲜政策 美国的朝鲜政策呢 未来的一个方向 那还有呢 这样这个 美国的立场 这方面是怎么样子 还有另外一点呢 是呢 在美国来讲的话 在 那这美国的话呢 是否要考虑呢 要再次将呢 这个朝鲜列入为呢 恐怖主义的国家指示者呢 这样的名单上面呢 那美国的话呢 现在的省市 在他们自己本身的 这样的一个朝鲜的政策 在绝对取得一些的进展 今天的话呢 我也传达了 日本的这样一个立场 那我们呢 两国的政府的 这样的一个政策的话呢 希望能够在这方面取得的一致 我可以说的是非常的坦诚 而且呢 是非常的 非常有内容的 那但是呢 因为呢 这个问题本身的本质呢 至于呢 我没有办法的话呢 跟您呢 详细的来说呢 我们具体谈了些什么 那至于呢 再次的帮这 再次的将这个朝鲜的列为呢 恐怖主义的国家指示者的 这名单上面 那我们也谈到这一份的话呢 那现在的话 这些的话呢 要就要看呢 这个法律呢 怎么样的来解释 然后怎么样的被应用 所以呢 要由美国来决定 那这些呢 要由美国政府的话呢 来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 是否要将它再次列为呢 恐怖主义的国家支持者 那我这跟呢 第六三的国务卿的话呢 我们的同意就说呢 我们必须要在密切的 这个密切的 这样保持一个密切的关系才行 非常感谢您 我想呢 很重要的一点的话呢 就是呢 在过去的二十年里面呢 我们的外交的努力 还有其他各方面的努力的话呢 要让呢 这个朝鲜呢 五合化 这样的努力的完全失败了 所以呢 基本上呢 这过去的二十年 我们全部失败了 这也包含 美国提供 13.5亿美元 去支援朝鲜 这方面的努力都失败了 希望他们能够借由这笔资金 去采取其他的手段 但是 这样子的一个资金赞助 确实的朝鲜更加一步的发展 他们的核以及导弹能力 包含在2月11号 以及3月5号 他们进行的导弹试射 那么 我们现在很心而意见的 能够看到必须要有一个新的手段 来采取 对应这些问题 那么这也是我这一次到访 这个地区的重要原因之一 那么岸田外向与我 在这个采取什么不同手段方面呢 有非常坦诚不公的谈话 那么我很快地将会与安倍首相进行谈话 那么同时呢 在首尔以及北京里会进行新的这个谈话 非常感谢 那我现在是否能请美方的记者来提问 如果有问题的话请举手 谢谢 今天白宫为这个联邦的预算呢 它显示了新的这个蓝图 那么为国务员有大幅删减预算的这个行为 您支持 在这个外交以及对外援助方面的预算 大幅之间是否支持 而您认为这是否能够继续代表 美国的这个利益 而且是否会限制国务院的一些行动 那么关于朝鲜的这个问题 朝鲜问题对日本产生的威胁是否非常的立即 有非常极客的这个反应 您认为呢 朝鲜是否真的有能力可以以核武攻击日本 我认为那关于预算 现在提出的这个预算呢 放在川普总统面前的这个预算 重要的是呢 就我们国务院来说 我们意识到国务院 一直以来呢 在预算方面呢 拨的这个款项是比较多的 那么这个在过去几年的影响之下 才有这样的一个决策 这也是因为过去几年在世界各地 我们有很多的这个灾难必须要进行外援等等 那么至于国务院一直以来 所支出的一些花费在过去几年的这些花费支出呢 是不可持续性的 所以呢 在未来川普总统希望国务院能够做到的 就是能够反映一些我们的预期吧 那么首先呢 随着时间推进 我们希望美国会更少的去介入 直接的介入任何的这个军事冲突 第二呢 就是我们在外援的这些项目 更有效的同时呢 也能够让从我们的其他国家 以及同盟国家去提供更多的这个资源 让他们能够去帮助我们这个外援 已经灾难救助的这个状况 那么作为国务院的一份子呢 我非常的有信心 我们国务院的男女都在国务院服务呢 是为同一个目标 我们呢 都是因为我们非常的诚挚的 希望能够确保美国的安全跟经济安全 而不是为了钱 我们会以非常全面的方式来去审议 看所有的这个项目是如何执行 并且呢 看我们现在的这个国务院的这个结构 我也非常的有信心呢 所有国务院的人员 人工都能够在建立一个更有效率 更高效的这个道路 也会花费的这个成本更少 这当然是一个很大的这个挑战 但是呢 我是非常愿意接受川普总统给我们的这个挑战 那么我也非常期待所有的国务院的人员呢 都能够为美国人民的未来 创造出更好的工作绩效 非常感谢 对我来说呢 您刚刚问我说 关于朝鲜的这个威胁 我们怎么看待 首先呢 我认为呢 朝鲜不断的这个挑衅 不管是这个地区 不管是对我们国际社会 或是对美国而言来说 这都是我们所有人的挑战 所以呢 我们不应该纵容这样子的挑衅行为 而朝鲜在进来 进行的这个核试验 以及导弹 超过20名导弹发射的这些行为 同时我们也看到他们 已经进行了很多的这个进展 这些朝鲜的挑衅行为 事实上已经又更进一步发展成了新的这个威胁的态势 真的是在未来呢 我认为我们希望能够与美国一起合作 还有与其他有关的双方一起合作 来去解决的问题 我们希望能够朝鲜能够发展自我限制 自我克制 并且呢 我们能够执行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 希望我们能够保护 所有的同盟国的人民的这个性命 我们也希望能够有更好的侦察的这个行为 使我们更能警醒 并且呢 能够更好 更好的自我准备会发生的任何状况 好 再次感谢 那么现在呢 我愿意回答日本记者的提问 我是Sukimoto 我是报社的 我会给两位外长提问 那么两年前呢 日本以及南韩 我们有了一个协议 就像两位提的 日本呢 以及韩国必须要互相紧密的合作 关于慰安妇的这个议题呢 必须要进一步的合作 那么 那么 美国国务卿对于这两个国家协议 有什么样的看法 我给第二森国务卿再提一个问题 那么 奥巴马总统政府 他们 是支持这个 韩国及日本之间的协议的 那么川普总统是怎么看待这份协议 那么我知道第二森国务卿 你们也会拜访韩国 也会与韩国外长见面 那么在执行 这个韩日协议上面 你有没有任何的想法 要如何能够更积极地去执行 实行这份协议 好 我来回答这个问题 我 与第二森国务卿早先会晤时 我们有提到现在的区域是非常的困难 重要的是 我们美日韩三方必须要有更紧密的合作关系 我同时也再次强调 非常重要的是 我们要执行韩日之间的协议 这是我们合作的一个基石 也是美日韩三方合作的基石 那么第二森国务卿 也同意美国支持韩日之间的协议 韩日协议 是在国际之间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那么韩国也同意了 要去以负责任的态度来执行这份协议 要执行这份协议 是韩日双方共同的责任 也是对国际社会应该负上的责任 那么至于本届政府 就是至于本届韩国政府 以及下一任总统大选过后 将会迎新的这个份政府 我们日本政府都会积极地要求 无论哪届政府上任都能够执行这份协议 非常感谢 请鼓勤发言 我很感谢 我也非常地理解 双方之间必须要解决这历史上面的议题 是怎么的困难 那么韩国全力支持 韩国与日本之间达成的这份协议 去解决这些议题 我们鼓励双方面对这份协议时 能够以最忠诚最诚实的态度去完成 那么重要的是呢 我们这三方的关系 都要保持这个密切的合作 我们三方在对抗朝鲜之间的威胁上 更加的必须要辅作无间 所以我希望能够在这个协议上 能够尽快地达成解决 非常感谢 那么现在请由美方来发最后一个问题 CBS新闻 蒂乐森国务卿呢 您如何能够让中国与我们美国一道 来去解决朝鲜上面的问题 那么更具体的是 您认为有什么样更具体的做法 能够让朝鲜改变做法 然后外向给您的问题呢 是现在有很多的这个立法人员 在日本呢 希望能够先发制人 那么您觉得 日本政府是否在考虑这样的一个选项 至于中国的支持 是否能够让中国支持 鼓励朝鲜放弃他们的核项目方面呢 我认为我们确实有个 很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 中国也是非常重要的角色 中国呢 他与朝鲜是一个重要的贸易伙伴 同时呢 一直以来他们的政策也是缠明 希望朝鲜去核 朝鲜在 中国呢 在 2270跟21号安理会结议上也都是支持投赞成票的 所以呢 中国也是愿意在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上进行制裁的 那么我们会与中国一道一起合作 去看中国愿意考虑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帮助朝鲜采取什么样不同的态度 去针对他们的核计划作出改变 非常感谢 现在请外相发言 没有真的完全理解您的这个问题啊 就中国的这个部分 讲到这个朝鲜去核的问题 我们认为中国扮演的角色是至关重要的 我们也同意这一点 那 讲到中国 中国是我们六方会谈的主席 同时也是联合国安理会的这个常任理事国 那么 也是与朝鲜有90%的这个贸易量 那么 所以呢 中国对朝鲜来说确实是非常重要的 他要是能与美国一起合作 扮演一个更具有技术性的这个角色 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我完全没有办法理解您刚刚问的这个问题 但是 我就只回答这个 中国部分的这个问题 那这就是我们这个联合记者会的尾声了 您刚才看到听到的就是 蒂勒森国务卿在今天下午 与日本外相岸田文雄在会面后 两人举行的联合记者会 蒂勒森国务卿表示呢 过去20年来的外交努力都没有能够实现平壤 去核化的目标 面对朝鲜不断升级的威胁 需要一套新的应对方法 而在记者会后呢 蒂勒森也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举行了会晤 蒂勒森国务卿接下来的重要议程还包括什么呢 我们下面要为您通过电话连线 请在日本东京采访的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 来为您报道 荣香你好 依文你好 是这是很忙碌的一天啊 荣香我们知道 这是蒂勒森国务卿呢 他第一次在就任之后的第一次亚洲访问 针对这三个国家中日韩 其实他们对于朝鲜的核试验 还有弹道导弹试射 都有着共同的忧虑 但是对于如何来应对 仍然存在很大的分歧 到底蒂勒森国务卿此行 他面临的是什么样的挑战呢 他面临的挑战呢 包括美国与中国就部署有争议的 也就是所谓的萨德导弹防御系统 而引发的紧张关系 还有呢 就是韩国政局动荡所造成的复杂的局面 我们知道呢 在蒂勒森出访之前 朝鲜向日本西北部台岸外面的水域 发射了弹道导弹 那么美国认为 平均呢 持续的试射 以及扩大武器的项目 令人非常担忧 已经到了美国 需要考虑采取其他替代选项的时候了 那么DK3呢 也和日本韩国还有中国 要共同讨论 解决朝鲜问题的新的途径 不过呢 美国华盛顿呢 一般认为 目前还不是呢 被很多国家视为无赖的朝鲜政权 和他们展开直接对话的时机 美国公司说呢 不会以任何途径 形态或是方式来鼓励他们的行为 另外呢 小布什政府时期 那时候的前白宫管会的主管 雅达事务的主任韦德宁呢 他告诉美国之音 未来几个月 中国会继续向青瓦台来施压 希望韩国的新政府 撤回决定 不要再继续部署萨德系统 但是布鲁基斯学会呢 东北亚政策研究中心的主任 博瑞哲 他说呢 认为他认为中国应该发火的对象呢 是朝鲜 而不是韩国或是美国 因为朝鲜的挑衅呢 是导致部署 萨德系统问题的根源 宇文 是 那么荣湘我们也知道 现在在日本 在韩国各界 其实也有很多其他的因素交相的影响 但是接下来我们知道 蒂勒森国务卿 他还有很多其他的新的行程 到底还包括了什么 哪些是我们值得关注的焦点呢 他的行程呢 主要包括了韩国的首尔 还有中国的北京 那么星期五 蒂勒森将抵达首尔访问 并且参观位于朝鲜 以及韩国之间的非军事区 他此行呢 其实也是再次确认 韩国在嫖警会下台之后呢 新的领导阶层 会继续来支持 萨德系统的部署计划 那么在访问中国的期间 DDRS呢 将在美国总统川普 还有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电话 还有了两国高级官员 接触的基础之上呢 继续努力来寻求 与中国建立建设性的双变关系 并且以这个成果 以这个结果为重心的双变关系 来同时确保北京要遵守 公平竞争的贸易的规则 宇文 好的 我们非常感谢记者荣湘 在东京为我们所做的现场报道 我们知道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呢 将会在星期六抵达北京 在他与中方即将举行的会谈里 潮核问题成为受到各界高度关注的重点议题 那么有关于蒂勒森访华还有潮核问题 中国方面是如何反应的呢 我们下面继续连线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斌 来带您了解情况 叶斌你好 你好宇文 是我们知道北京方面对于蒂勒森的首次到访啊 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些评论 那么对于潮核问题又有什么样的一些评价呢 是的 中国外交部呢 今天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呢 就谈到了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访华 将与中方会谈的议题 那么重点呢 就谈论了潮核问题 以及缅甸北部边境战乱等问题 那么有外媒记者问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即将访华 和他将与中方讨论的问题啊 其中就明确列举了各方关注的潮核问题 那么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啊 也重点详细阐述了中方的立场 而华春莹重申了外交部长王毅 上周在人大记者会上发表的那个双暂停的提议 即美朝双方立即暂停各自的加剧半岛紧张局势的行动 也就是朝鲜暂停河岛进程 美方暂停与韩国进行军演 下面我们来一起听听华春莹是怎么说的 目前呢双方正在就有关会见的和会谈的安排呢 保持着密切的沟通 那么大家都非常关心朝鲜半岛问题 我也看到很多的报道说 蒂勒森国务卿来访华期间呢 这将成为他的一个重要的关注的这个议题 我想讲的是呢 近期中方呢已经多次表达了对当前半岛局势紧张升级的担忧 并且提出了双暂停和双轨并进的建议 目的呢就是要摆脱目前半岛面临的安全的困境 然后再同步对等的去解决各方的关切 进而呢寻求能够实现半岛长治久安的这样的一个方案 刚刚从华春莹的讲话可以看得出来啊 北京方面似乎希望能够扮演一个居间调停的角色 那么对此我知道朝鲜方面朝鲜的驻华公使在今天特别召开了记者会 他们做出了什么样的反应 那么对于即将要举行的美中会谈 朝鲜方面又有什么样的说法呢 我们目前尚未看到平常方面对中方的建议 或者对蒂勒森即将访华有什么反应 不过呢我们在今天外交部记者会以后呢 赶到了朝鲜驻北京的大使馆 那里呢刚刚举行了一场少有的记者会啊 那么记者在朝鲜使馆外面呢就了解到 那么朝鲜官员在这个记者会上宣读了一份声明 谴责美国和韩国大规模的军演 并且称呢 马来西亚借朝鲜公民金哲死亡事件 也就是朝鲜独裁领导人金正恩的同父异母的这个哥哥 金正恩死亡的事件来诋毁朝鲜 那么朝鲜驻马来西亚的大使呢 江泽上周被马来西亚驱逐出境以后呢就来到了北京 从一个小门进入了朝鲜驻北京的大使馆 至今还没有露面一文 是 那叶冰我们最后还有点时间 我们来看看另外一则消息 这是在中国与缅甸的边境最近战火重开 有中国的编民受到了波及 那么就在缅北战乱越演越烈的时刻呢 还有新闻报道说 有四名缅甸编民武装领导人到中国的昆明 来跟中国官员举行会谈 那么关于这方面的消息 中方有没有加以证实呢 美国之音记者今天记者会上呢 就首先提出了缅甸北部地区 果敢发生的这个政府军和编民武装 军事冲突的相关问题 那么在美国之音提出问题呢 之后呢这个我们请华雄云来回答 那么我们也把这个问题呢 就是四名编民武装领导人到昆明 去跟中国官员举行会谈呢 列为首要的这个问题 那么我的问题呢 是这个请华雄云证实是否确有此事 那么如果有的话呢 这个会谈的目的是什么 缅甸政府呢 是不是同意举行这样一个会谈 那么缅甸编民武装拒绝跟缅甸政府 他自己这个国家的政府来谈判 那么为什么会同一个外国政府 也就是中国政府来谈呢 那么对于这个问题呢 华雄云就表示呢 他不知道相关的新闻所说的事情 是否属实 也就是没有确认 下面我们再一起来听一听 华雄云当时是怎么说的 那么在近期国管这个冲突爆发以后呢 中方通过现有的渠道 做了大量的劝和促谈工作 其中就包括外交部 亚洲事务特使孙国祥 同缅甸的有关各方进行接触 推动他们呢 要尽快的平息战火 我们绝对不会允许任何组织和个人 利用中国的领土 从事破坏中缅关系 和边境地区稳定的活动 那么对于任何违法违规的行为 我们都会依法依规的处理 那么刚才呢 华春莹这段回答呢 是在他一开始没有确认 记者所提的这个四名编民武装领导人 到中国去谈判的这个事情 之后 在记者会进行当中呢 有一个人从会场的后面 给华春莹递来了一份补充材料 那么他就当场来宣读 这个是补充说明 中国外交部的这个有关的立场 那么他在当场宣读的那一段 说明呢 与刚刚外交部网站上 所发表的这个 今天记者会的文字记录稿呢 有所不同 那么 我们 他当时的这不同的这个 这段话呢 就是说呢 我们绝不会允许任何组织和个人 利用中国领土 从事破坏中缅关系 和边境地区稳定的活动 那么对于 任何违法违规的行为呢 我们都会依法依规处理 好的 这就是 那个他们在 外交部的这个网站上 所发表的正式的这个文稿中 所没有的 但是当时他确实是这样宣读的 好的 非常感谢记者叶斌 在北京为我们所做的最新报道 稍后回来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的亚太刑 能不能打破朝鲜问题僵局 美日韩三国同盟 这对东北亚的局势 具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稍后美国乔治梅森大学 政府与国际数学院副院长 万明教授 将要为您进行分析 也请您休息一下 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正在庆祝我们的75周年台庆 我们从这里和世界各地 为您献上最美好的祝愿 心中快乐 谢谢您 谢谢收看 这是美国之音75周年纪念 但在美国之音建立之前 我们就已经开始对华广播 这就意味着 贯穿中国很长的一段历史 我们一直在和你们对话 你们也一直能跟我们交流 我们希望能跟中国的朋友 再合作75年 祝大家新年快乐 美国精神 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 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 在国会 在白宫 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 每天清晨六点 VOA卫视 美国观察 欢迎您继续回到VOA卫视 帝勒森亚太行特别报道 美国国务卿帝勒森星期四 在日本东京举行了这次亚太行的 第一场记者会 帝勒森表示 朝鲜的威胁不断在升级 明显的需要新的应对方法 他也表示 过去20年的努力 已经宣告失败了 那么在结束日本访问之后 帝勒森将于星期五前往韩国 随后在星期六要到北京访问 紧凑的亚太行 能不能够与中日韩三国来达成共识呢 那么美日韩的三国同盟 是否也将形成中国方面所说的 东北亚地区的小北约呢 我们下面要通过skype连线 为您邀请美国乔治梅森大学 政府与国际事务学院的副院长 万明教授来为您进行分析 万教授您好 您好 是 万教授 我们刚刚在新闻里面 大概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也介绍 或许您也听到了 就是迪勒森国务卿呢 在这场记者会上呢 特别提到了 过去20年来的外交努力都是失败的 那么美方甚至曾经提供给朝鲜 13.5亿美元的援助 但是仍然没有办法达成平壤 去核化这样一个目标 所以迪勒森国务卿特别提到说 必须要提出一套新的应对方案 那么万明教授您看法 就是迪勒森国务卿这样的一个说法 是不是表明美方也在准备改变 他们过去的朝鲜政策了呢 我想他这次出防亚洲非常重要 但是呢 说说能不能达到共识呢 我想这个现在的可能性比较的小 因为你刚才那个新闻报道 所说出的那样 这个美国 日本 韩国 中国 北朝鲜 他们的国家利益都不一样 另外一方面呢 这是川普政府呢 在调整对亚洲的这个政策的 这只是刚开始 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具体会是怎么样 是 但是万教授 我们刚刚听到迪勒森国务卿说了 他说过去的外交努力 都是宣告失败的 那么他也提到说 美方将会提出一套新办法 不过他并没有就这个所谓的新方法 具体是什么样的内容来做说明 您的看法 这个新方法可能是从军事 还是继续从外交方面来做呢 我想那个这个说过去20年 美国对北朝鲜注册失败 我想这个这个看法呢 在美国是有共识的 但是呢具体怎么改变呢 这个非常的困难 因为从目前来看呢 除非他要把这个军事打击的这个手段 放在这个选项之一 他其他的很多的这个选项呢 都试了 而且都是基本上来说是失败 他目前可以看出大概就是说 会在这个军事防御方面 也就是说那个 加强这个这个军备方面 另外一方面 当然就是说那个 要这个压中国呢 在对北朝鲜施加更加的压力 温教授我们知道 这个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尼基海利 他在上个星期的时候呢 与日本韩国的驻联合国大使 也就朝鲜问题 那么进行了会谈 那么在会谈之后的记者会上呢 这个海利这个大使他也特别提到了 各方已经把所有可能的选项 都搬上了台面 那么这其中呢 也有媒体分析 这当然也就包括了 所谓先发制人的这个武力打击 那么我们现在看到 这个蒂勒森国务卿也再次提到说 会提出新的办法 所以现在有越来越多人倾向于 美方是不是有可能朝军事方面来着手呢 那个这个谈这个问题的这个人的意志是有 那他现在内部在具体的谈什么问题 我并不很清楚 但是我们可以知道的话呢 就是说从过去这二年那个经验看到 因为他没有把这个军事打击这个手段加进去 那个北朝鲜基本来说呢 就是说他是软硬不吃 但是即使把这个军事打击手段加进去呢 这个效果会是怎样呢 也很困难 也很难预料 因为也很可能呢 这个北朝鲜呢 他仍然就是坚持就是他要有何况 因为一个北朝鲜认为呢 这个核武器对他的这个金家 这个王超的这个存亡是至关重要 所以他的利益不一样 温教授 我们刚刚在跟北京记者进行连线的时候 也知道实际上今天在北京 那么朝鲜的驻华公使呢 也特别在他们的使馆召开了一场记者会 那么除了谈到了这个朝鲜的问题之外 谈到了金正南这个问题之外呢 那么另外呢 他也提出了威胁 提到朝鲜半岛 现在已经是陷于核战的边缘 我们也知道朝鲜提出核战的威胁 这其实不是第一次 但是在现在这个非常敏感的时机 朝鲜的官员再一次提出朝鲜半岛 现在又再次陷入了核战的边缘 您认为这次的威胁 是不是明显的在力度上再次加大了呢 当然 以前他在这个 在这个威胁这个核战争的时候 因为他没有那个能力 但从目前来看呢 他这个核武器这个能力 比以前有很大的提高 那在这种情况下呢 他说这种威胁的话 其他国家对他的这个 说法都会比较的重视 那么他这个北朝鲜当然是认为呢 就是说美国想加强于这个 这个日本和韩国对北朝鲜 又同时通过中国来呢 对他施加压力 他呢当然是他非常不满 那他实际上对中国现在也是非常的不满 就认为呢中国呢 在很大成功上呢 还是在追随美国 所以湾教授 我们现在陆陆续续也收到 我们在网络上 直播现场有很多的网友 在我们的直播现场上 留下一些问题 也想向您请教的 我们有这位署名 1945民国的这位网友呢 他提到 他说实际上 这次蒂勒生的出访呢 是要叫中共来帮忙 叫中共彻底的解决朝鲜问题 美国肯定是会加大压力 还有谈判的筹码 那么他说 如果中共再和以前一样 不排除美日韩单独武力结束 金家王朝 那么估计这次蒂勒生出访 主要是来测试中共的底线 一旦中共没有做出彻底性的改变 那么联军有可能突袭 斩首金正恩 而且不会告知中共方面 否则可能出现麻烦 您的看法 像这样的一种说法 您认为这个可能性有多高呢 我想那个目前来看 美日韩在军事上联合的行动 就说这个 结束金家王朝 这种可能性很小 他当然可能在军事上准备 这应该是有 特别是看到呢 就是说目前的韩国呢 国内政局也比较动荡 那个我们现在还不知道 下一届这个总统 他的想法是怎样 我们从民调看出来 也有很多 就是说主张呢 与北朝鲜的 缓和关系的声音 所以我们还要看他那个 这个总统他选 结果是怎样 这个军事打击 这个北朝鲜 这个很困难 他如果可以的话 也可能以前就实行了 因为他这个首尔 离这个北朝鲜 边境这么近 那么在家 现在他有一定的 核武器的能力 所以他有一定 已经有一定的威慎 关教授 我们现在还有另外一位 这是署名叫孙潭的 这位网友啊 那么他提到了 朝鲜一意孤行 到了今天 这不仅仅是激起了 国际公愤 而且呢 在客观上 有一点利于中国 就是让中国政府 从一厢情愿的 鲜血凝成的 中朝友谊之梦里 醒过来 看清金三那张争鸣 而剖皮的暴君面目 放弃对金三的任何期待 转而寻求 与美日的更密切合作 这样呢 可以进一步来加强 美中在亚太地区的 外交合作 也有助于 中日的政治关系的修好 而美中日关系的 加强与深化 对于中国的民众利益 和国家利益来说 肯定是外交福音 您认为 蒂勒森此行 对于美中日 那么甚至包括韩国 现在我们知道 中韩之间呢 因为这个乐天集团 这个抵制的事件呢 关系也陷入了紧张 您认为 蒂勒森国务卿的 这次出访 对于这四个国家当中的 这个外交关系 是不是有可能 进一步的来提升呢 因为我想 这个蒂勒森这个方案 还是很重要 它这个主要意味呢 就是说那个 从某种程度上 这个稳定这个局势 因为那个 川普总共当选以来呢 这个亚洲有很多的担心 不太清楚 这个具体政策是怎么样 但是如果就是说 那个中国 我从我的观察来 中国对北朝想非常多吧 因为北朝想这个核武器 对中国有威胁 另外方面 它这种行为呢 造成这个美日韩 这个联合的行动 对中国不利 但是那个 中国能不能 完全就是跟美国 和日本站在一起 我想这个 目前看可能性也很小 因为这个中国呢 与日本之间的这个紧张关系 主要是有几个领土和历史问题 就是这个钓鱼岛和日本所说的 间隔群岛 那在这个问题上呢 这是最直接的原因 那个另外还有南海的问题 这个这些呢 跟那个北朝鲜有一定关系 但是呢 这个中国的本身 跟这个这些国家 它有利益的冲突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它能走到多远 我想这可能性并不是很大 万教授 我继续我们还想请教您 我们知道这个 在美国川普政府 现在刚刚上台 有很多人密切在关注 他未来的新的亚太政策 会如何来进行 那么就在最近呢 美国的这位代理助理 国务卿董云赏 那么这位助亲呢 他最近表示 在奥巴马时期的 所谓重返亚太 或者是这个亚太再平衡 这样的一个政策呢 已经结束了 那么他表示说 各界可以期待 川普政府 会有一个自己的新的方案 您能先跟我们谈一谈 就是美国的国务院的官员 在川普任内的政府官员 特别针对前一任的 这个所谓的亚太 这个再出发 或再平衡这样的一个政策 做出这样一个明确的 画下据点的动作 这背后 有什么样的一个意义呢 不晓得就是说 从东西来看呢 就是说 谁在说什么话呢 我觉得大家的 都不必就解读太多 因为这个我想 提勒森本身的这个班底 还没有确立 但是我们有一点是可以知道 就是说这个川普总统呢 是要改变这个美国对外的政策 那么他这个上任以后 第一件事情 就把这个TPP给废除掉 TPP是当年这个 再平衡 或者说在这个 就是前任总统 这个 欧巴马这个总统 这个说的 再平衡的战略 重要的部分 在这个方面 它改变了 另外呢 有可能 比如说这个 与同盟的关系 或者说在这个 贸易方面 有很大改变 但是有些实质的问题吧 就是我们管它叫什么 但是它那个美国 有些实质的利益的话呢 我想很多方面 基本方法很难改变 另外一方面 就是说其他国家 这个互动关系 比如说日本啊 中国韩国 北朝鲜等等国家 所以在后 在具体行为上 应该会有一定的持续性 那么我们来看看 它可能的重点好了 很多人说川普总统 他未来的亚太政策 会不会集中在东亚地区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猜测呢 因为我们知道 美国的新任国防部长马蒂斯 才刚刚结束 对日本与韩国的访问 那么紧接着我们看到了 蒂勒森国务卿 也访问了日本与韩国 所以可以看得出来 日韩还有整个东北亚地区 似乎在国务院来说 在五角大楼来说 都是川普新政府的一个 发展的新焦点 您同意这样的看法吗 有这个趋势 但具体能不能做很困难 因为这个中东问题 其他问题 往往会占去 这个美国总统最大的时间 在这个东亚方面呢 就是说 应该说呢 就是美国对中国的防范之心呢 是非常重 非常的担心 但他一方面跟前任总统不一样的 他在其他很多方面 比如说要这个 同盟国这个 这个负担这个问题 和这个自由贸易的问题呢 他跟以前总统很大不一样 所以在各方面都在动 我们现在还看不出来呢 这个具体这个东亚 这个这块会是怎么样 我想那个下个月 这个方面 重要一部分 就是中国国家主席 这习近平和这个川普总统 要会谈的 也是一个重要的事 我想大家都会非常关注 这件事情 那么说到了这个川席会 当然这个确实 各界都非常关注 四月初即将要在美国 召开的这场川席会 万教授您个人看法 很多人说习近平很有可能 会带来一份大礼单 送给川普政府 那么希望能够借此 来修好美中之间的关系 您认为习近平 会带着什么样的一个善意 来到华盛顿 或者来到佛罗里达的这个庄园 那么川席会 我们可以有什么样的预期吗 我想这个礼单很难说 因为那个 因为这个目前来说呢 就是很难就是说 看出就是说 美国当然最希望的 就是中国目前来看 就是在这个贸易方面 但是这个贸易方面 谈判还没有开始 我想那个中国方面 就是说 做出让步的可能性很小 它一定是会是 这个通过这个 在谈判里面 很艰难的谈判 另外一方面 是不是就是这个北朝鲜问题 那个中国能做出 多大努力 我们也不会很清楚 我想呢 在这个 靠近这个 这个 习川会的时候呢 我想呢 就是说 双方的政府 一定会做出努力 来找出一些功能里面 我想这次 蒂勒森到北京的议题 也会是其中一部分 与此同时 万教授 我们也看到了 很多的中国媒体 在蒂勒森国务卿的 这次访问当中 做出了很多的分析 就是为何美国 要再次出访日本与韩国 美日韩的同盟 到底它的重要性何在 那么甚至还有中国媒体 提到了 这个是美国有意要打造 在东北亚地区 美日韩同盟 这样的一个形成 一个小北约的一个局面 那么您怎么看 美日韩同盟 对于东北亚地区 政治还有军事上 它具有一个什么样的 重要意义呢 当然如果这个美国 日本韩国 这三个都是民主国家 那么呢 又是同盟国 如果他们关系 比较紧密的话 这个对这个 东亚的局势 稳定的会有帮助 但是非常的困难 就是刚才那记者会也 谈到这个问题 就是韩国跟日本呢 现在呢 这个合作比以前 加强一些 但是之前有很多的问题 就像这个历史问题 有这个 说这个 魏安夫的问题 因为目前来看呢 就是说 因为这个 在釜山 它又有一个 这个少女像 所以那个 从某种程度上 这个日本和韩国 这个外交政策上 这个交往上 已经出现很大困难 那个另外一方面 那个韩国 又会有新的总统选举 那他有一些 这个左翼的想法 所以我想这次 其乐森去韩国呢 他也是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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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维持 维持 这个美国跟韩国的关系 所以我觉得 从目前来看呢 虽然说 美国和日本 都很希望有一种 类似这个 小北约的这个 这个机构 但是 具体能做到 什么时候 我讲还比较困难 你可以看到 中国的反弹非常强烈 就这个萨德问题 那么韩国呢 也非常担心这件事情 那您觉得 如果这个小北约 这样的一个形式 或这样的一个模式 形成的话 它可能对中国 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因为刚刚我们在节目 一开始的讨论 也提到了 蒂勒森此行 很有可能是要 给北京施加 更多的压力 希望北京在制裁 或者是在 这个应对朝鲜方面 能够采取 更强硬的一个措施 如果美日韩的同盟 在这个东北亚 形成这样的一个小北约 它可能对北京 产生什么样的压力 特别是我们看到 我们这个在网络上 也有一位网友 Chloe Chen 她其实也提到了 很多的西方媒体 一致的在批评 那就是中国方面 一直要韩国来停止 部署萨德 很奇怪 中国方面 为什么不相反的 去寻找问题的源头 去制止朝鲜的核弹呢 那么万教授 您的看法 因为我想这个 中国那方面 它好像把这个问题 看成呢 就是说两方面都有原因 一方面日本 北朝鲜 这个行为 立法院他认为 就是美国的压力 也是这个朝鲜办的问题 这个核心之一 所以他这个 王毅外长会讲到 就是说两方面都有停止 他的这个见解和看法 跟那个美国 或者说日本的看法 不一样 那就说到 如果就是有这个小北约的话 当然会对中国 产生很大压力 他的选项并不是很多 因为他这个东北亚 他能有盟友的就很少 那个唯一可能 还就是说北朝鲜 北朝鲜又是个问题 但他有可能就会在 这个军备方面 要增强他的能力 那么在那个 就是说与俄国的关系 然后在其他的地区 东南亚和其他的 就是世界 其他的东南亚 要增加的能力 所以从那种程度的话 这个就是这个 这个冲突的可能性 会变得更大一些 万教授我们最后大约还剩下两分多钟时间 想请您跟我们谈谈 当然我们知道 中国外长王毅在最近也再一次重提了六方会谈 这样的一个建议 那么但是我们刚刚听到了 美日外长在记者会上已经谈到了 现在还不是与朝鲜来进行对话的时机 所以很明显的看到这个 中国与美日两国呢 在这一方面的看法仍然是分歧的 您个人认为呢 现在是不是一个来与朝鲜政府对话的一个时机 那么所谓的六方会谈 为何一直没有办法达到功效呢 他现在最大的问题 这个北朝鲜的问题 就是他软硬不吃 如果你不 这个六方不会谈的话 那他继续这个军备 那如果你即使这个压力呢 他继续在这个核武器方面做出努力 所以这提勒森也讲到 过去20年是失败的 但是问题是说 除非你就是要 要结束他这个政权 那你一定要通过军事打 打击的办法 那个这种选项呢 就是到目前为止呢 各方都没有这个愿 那没有这个军事打击以后 其他的这个好的办法没有 那么就是说 以前其实那个美国方面 或者日本方面 也认为六方会谈呢 达成的成果很小 但是那也没有其他的办法 其实他有些人 那个日本呢 他以前呢 就是说就是近几年 他也自己通过有自己的那个渠道 比如说他因为他有绑架人质的问题 这个绑架的问题 所以他那个 他的其实利益跟美国不一样 但是他没有成功 所以他现在又转回来 比较强硬 那么最后我想您跟我们谈一谈 这个朝鲜现在不断的在加大 他的威胁与打击力度 那么刚刚我们在这个美日的记者会上 也看到许多的日本记者 其实最关注的 不是美日之间的经贸往来 就是日本本身的安全 甚至向这个国务卿蒂勒森提出 朝鲜到底有没有能力来攻打日本 那么现在各方也都有个疑问 就是朝鲜不断的在加大这些威胁 他们可 他可能攻击的目标 他到底锁定的是谁 朝鲜想要达到什么样的一个目的呢 我想那个日本 当然不愿意谈这个贸易问题 因为那个川普总统呢 他这个贸易问题呢 他是美 他也是批评日本的 所以他日本非常担心的一些 当然他最担心的 他最希望美国跟他合作 当然就安全了 那么就是说谈到这个是不是先发制人呢 我这个他们日本内部的 他怎么在这个考虑的我不清楚 但是呢 你从泰国的迹象可以看出的 他大概应该是也在考虑这件事情 因为这个 这个北朝鲜能不能就是把这核武器 打到美国来 那还会有一段时间 但他目前来看 他大概有能力的 把这核武器打到日本去 他最近也是威胁 所以说在这情况下呢 日本他一定会考虑这件事情 具体怎么做我不清楚 好的 我们非常感谢 这是美国乔治梅森大学的万民教授 来到我们今天的特别节目当中 非常感谢您 那么今天我们一个小时的 蒂勒森亚太型特别报道 就为您进行到这里 也请您不要走开 继续收看稍后九点钟 美国之音VOA卫视 要继续为您播出 时事大家谈节目 我是郑玉文 祝您晚安 我们稍后再会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